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日三餐 天下不同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 英式煎蛋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贵族约会 二午餐 越南春卷与土耳其烤肉的清爽邂逅 三晚餐 法国布列塔尼薄饼与印度香料茶的一国业余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 英式煎蛋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贵族约会 早安 各位尊贵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跨越海洋的美味约会 英式煎蛋遇上意大利卡布奇诺 一场贵族般的早晨饗宴 首先 让我们从英伦古老的城堡里走出来 穿上我们最优雅的陈衣 准备迎接一天的开始 英式煎蛋 或者更学术一点称之为 Fried eggs on a plate with a side of aristocracy 是英国早餐的经典之一 这不仅仅是一个煎蛋 它是一个传统 一个文化 一个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早晨仪式 煎蛋的艺术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 一个完美的英式煎蛋 应该使边缘微微酥脆 蛋白刚刚凝固 而蛋黄仍然是流动的黄金 它是英国贵族对完美的追求 以重对于早餐的极致表达 然而 当这位英伦贵族遇上了来自地中海的热情 意大利卡布奇诺 这场约会就变得格外有趣了 卡布奇诺 这个名字源自意大利的卡布奇诺 因为这款咖啡的颜色 与他们穿的袍子颜色相似 这款咖啡是一种艺术品 是牛奶与咖啡的完美结合 泡沫如云朵般轻盈 咖啡如丝绸般滑顺 当英式肩蛋遇上卡布奇诺 就像是一位英国绅士 遇上了一位意大利女伯爵 他们的对话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交流 更是一场文化的碰撞 肩蛋的温润与卡布奇诺的浓郁 在口中交织出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故事 想象一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你坐在一个古典的英国花园里 手中拿住精致的瓷盘 上面放住金黄的肩蛋 旁边是一杯热腾腾的卡布奇诺 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场贵族的约会 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浪漫 所以各位听众 下次当你想用早餐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是那位英伦贵族或意大利女伯爵 让这场英式肩蛋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贵族约会 成为你一天中最美好的开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 越南春卷与土耳其烤肉的清爽邂逅 各位亲爱的实力是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 跨越亚洲大陆的美食邂逅 越南春卷与土耳其烤肉的午餐约会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准备好你的实气和好奇心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场清爽的邂逅吧 首先 让我们从越南春卷开始 越南春卷 或者称为GICUN 是一道色彩斑斓 口感丰富的小吃 它由薄如蝉翼的米纸包裹住新鲜的蔬菜 香草 通常还有虾或猪肉 再搭配上那令人欲罢不能的花生酱汁 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越南的农业社会 当时的农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蔬菜和香草 来制作这种简单而营养的食物 现在 转头看看土耳其烤肉 或者更具体地说 Kabang 这个词在土耳其语中意味着烤肉 而这道菜的历史据说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士兵 他们会将肉串在舰上烤熟 土耳其烤肉的多样性令人惊叹 从街头的快餐 到精致的餐厅佳 从简单的肉串到复杂的烤肉卷 它们都有助浓郁的香料 和令人垂涎的碳烤风味 那么 当越南春卷遇上土耳其烤肉 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这是一场冬玉西的美食对话 一场蔬菜遇上肉类的浪漫邂逅 想象一下 清爽的春卷在你的口中刚刚落座 突然被烤肉的浓郁香气和深沉风味所吸引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 越南春卷带来了一丝丝的清新 就像是春天的微风 浮过炎热的土耳其世纪 而土耳其烤肉则 以其热情如火的风味回应 仿佛是一位热情的舞者 在越南的稻田间旋转 这场午餐的邂逅 不仅满足了我们对于美食的追求 更是一次味蕾上的思路之旅 当然 这样的组合也许会让传统主义者皱眉 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美食的界限早已被打破 午餐桌上的越南春卷与土耳其烤肉 就像是一对跨文化恋人 证明了不同背景下的食物 也能和鞋共处 创造出令人惊喜的新滋味 所以 下次当你在品尝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美食时 不妨想想它们背后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以及它们如何在你的餐盘上 跳起了一场优雅的舞蹈 这不仅是一顿午餐 这是一次味觉上的冒险 一次文化的探索 一次清爽的邂逅 Bon Appetit 或者更贴切地说 Chuck got me and give you a feel all soon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 法国布列塔尼薄饼与印度香料茶的异国业语 各位亲爱的实力实爱好者 今晚我们将一起探索一场未来的异国之旅 这不仅是一顿晚餐 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我们的主角是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薄饼 以及来自印度的香料茶 这两者看似毫无关联 却在我们的餐桌上 巧妙地交织出一段异国业语 首先 让我们从法国布列塔尼的薄饼说起 这种薄饼在法语中被称为Galette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当时的布列塔尼人发现 用黑麦面粉和水混合 煎在热石头上 就能做出一种美味的薄饼 这种薄饼不仅经济实惠 而且保存漆长 很快就成为了当地人的主食 如今 Galette以惊艳变成一种 可以搭配各种馅料的美食 从传统的火腿淡奶线到现代的甜咸口味 应有尽有 而在遥远的印度 香料茶 或者更加风情万众的称之味Chay 则是一种深受喜爱的饮品 印度人将茶叶 牛奶 糖和一系列香料 如肉桂 豆蔻 丁香 姜和黑胡椒 混合煮沸 创造出一种温暖而又提神的饮品 这种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 它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是家庭和朋友聚会的象征 现在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夜晚 一张就木桌 上面摆住刚煎好的 热腾腾的布列塔尼薄饼 旁边是一壶散发住诱人香气的印度香料茶 这不仅是一顿晚餐 这是一场文化的对话 布列塔尼的薄饼 告诉我们关于法国西北部海岸线的故事 而香料茶则带来了印度世纪的喧嚣和色彩 当你咬下薄饼的那一刻 你不仅品尝到了黑麦的质朴 还品尝到了布列塔尼人对生活的简单而坚定的态度 而当你戳饮香料茶时 那温暖的香气 仿佛能带你穿越到印度的街头 感受到那里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和节奏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今晚享用这顿异国晚餐时 不妨让自己的想象随着味道飘远 去探索那些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风土人情 这不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味蕾的冒险 一场心灵的旅行 Bon Appetit 或者应该说 享受你的美食之旅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三场跨越国界的美食邂逅 英式煎蛋与意大利卡布奇诺的贵族约会 越南春卷与土耳其烤肉的清爽邂逅 法国布列塔尼薄饼与印度香料茶的一国业语 每一次邂逅都是一段文化的交流 一次味蕾上的冒险 这些美食的结合 不仅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这些菜肴背后 蕴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传统和价值观 当我们品尝这些美食时 我们也在品味着 不同文化的魅力和多样性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美食已经不再受到地理界限的束缚 我们可以在一读餐食中 品味到世界各地的风味和文化 这些跨国的美食邂逅 让我们更加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同时也让我们的味蕾 享受到无尽的惊喜和满足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美食邂逅经历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让美食带着我们遨游世界 开启一场无尽的味蕾冒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